大家好啊 诸所周知 随着iPhone上市三个多月以来 其搭载的3纳米A17芯片 表现并不那么让人十分满意 其中最主要原因 还是随着摩尔定律 进入深水区 散热 续航 稳定性 等物理层面的问题 是越来越凸显 再比如苹果刚刚上市的微信破 从产品颠覆性 从技术角度来说 那是绝对没得说的 但是即使刨去外挂电池 其1.2斤的重量 依然让很多脖子不够粗的消费者 望而却步 通过拆解分析报告可以看到 其中很重要原因 还是由于散热和稳定性的考虑 苹果不得不放入一块 厚度达到2厘米左右的 一体化金属热管风扇 这寄生机的厚度也增加了重量 包括未来高性能AI芯片 端侧AI设备 对于轻量化 小型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可以预见在芯片功率 急速提高的同时 现有的散热材料 不管是铜 铝 锡的热管 还是液体工艺的均匀板 已经无法满足 既要也要的一个芯片发展的综合需求了 而台阶电正在失产的2压米 1压米芯片 甚至未来埃米吉的芯片而言 仅依靠现在的材料科技 要真正从根本上突破这些物理限制 说实话会很难很难 不过就在前不久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Diamond Phonget公司 宣布成功制作出了 世界上第一块100毫米的 单金金刚石晶圆 而就在去年10月份 华为和哈工大也联合申请了 关于归合金刚石的三维集成芯片 混合建合的方法相关的专利 这里的单金金刚石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钻石了 那么为何要选择钻石作为芯片呢 如何加工如何制作呢 这是脑洞大开 还是可以触及到的 未来第四代半导体的新方向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这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话题 首先 为什么要选择钻石呢 应该说 选择钻石 选择金刚石 来制作芯片 并不是意思兴起 实际上 钻石作为芯片所使用的材料 并不是一个 近期才有热度的工程问题 而是一个 已经被广泛讨论 深入讨论的 有着长达 30多年探索发现的科学问题 比如说早在1994年 日本早稻田大学 川原田教授团队 就已经发现了 金刚石高展流子牵液率 高击穿电厂的特性 自备出了 轻终端金刚石MOSFET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 用金刚石所自备的MOSFET 不仅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 同时呢 还具有极高的 陆极电流密度 比如说金刚石P型MOSFET 耐压能力接近了2000伏 比现行传统的立变器 性能要提高两倍之多 而在2010年 其实美国就已经率先开始 研制利用金刚石超高的热导率 以及较低的热膨胀系数等特性 制作出碳化加进体管的散热底座 包括我们哈工大 朱家琪教授团队 也一直在做金刚石 掺杂和合成钻石相关的研究 比如通过金刚石超宽的 近代宽度 较低的界电常数等特性 应用于通讯半导体 航天半导体 这些需要高电压 高频率的旗舰 哈工大相关的研究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7年 2008年甚至更早 我们来看一下Demon Foundry的官网 来看一下用钻石制作芯片 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从网站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通过钻石来制作芯片 可以将金刚石 联合到哀米级别的 集成电路静缘上 实现极致的散热管理的性能 这里原子级的精度的制作 非常重要 这有助于推动半导体技术 向更小的尺寸发展 再比如 对比传统散热材料 单金金刚石能够获得 更好的散热效果 这使得芯片能够运行更快 寿命更持久 在耐高压方面 即使是最薄的金刚石切片 也能够隔离极高的电压 这使得电子器件的小型化 轻量化 能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里有些案例 比如说在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领域 金刚石具有极高的热导率 是已知天然物质中最高的 因为原子排列的原因 钻石芯片的散热会更加均匀和高效 大概是传统设计的三倍 这里是金刚石碳化硅逆变器的介绍 可以看到 使用金刚石的逆变器 结构非常简单 比如说特斯拉的电源逆变器 这里提到需要用到48颗芯片 体积为28升 而金刚石逆变器 体价仅为0.46升 差距可以说非常之大 在未来可以想象 新能源汽车要继续增加续航 两个方向 一个是增加电磁的密度 一个就是减重 从这个角度 金刚石逆变器的轻量化和赖高压特性 确实在能源方向很有前景 再比如说苹果的微信破 说实话 我看了不少朋友的评测 我不是很看好 此代初代产品的落地 就像现在我戴的这个眼镜来说 二十几颗的重量 我的这个跑步的手表 三十几颗的负重 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而微信破 六百颗的重量 什么手势操作 虚拟大屏 沉浸体验感 其实都是虚的 说实话 没有人愿意长时间带着 一斤多的东西去刷短视频 去工作 去社交的 未来VR AR设备 如果想要真正的普及落地 轻量化 无感化 体验感 依然是最最核心的要素 包括未来的量子计算机领域 钻石材料这些特性 也实地集成为了实现 量子计算 量子通信 最理想的材料之一 所以一种来说 从学术与工程实践的角度 要问钻石芯片有没有前途呢 那真的是太有前途了 高导热率 高载牛子前移率 高稳定性 耐高压性 还有宽静带特性 包括原子级别的制造精度 等等等等 金刚石 钻石 钻石 作为芯片材料的每一个特性 几乎都切中了当下 半导体发展的完美的痛点 那么 用钻石做芯片 难不难呢 我们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钻石很久远 一颗 永流传 这说明钻石的价格很贵啊 而钻石作为天然已知的 世界上最硬的材料 如何转化为 能够用于电子设备使用的 半导体芯片呢 不可否认 这绝非易事 这个过程不仅需要 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也需要高精度的技术创新 当然目前半导体 所用的金刚石 并不是我们日常 猪板店里面 能够买到的天然钻石 而是一种通过等离子反应器 所能够大规模生产的人造钻石 担金人造钻石的生长 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 目前半导体领域 制造人造钻石大致 有两个主流的方法 第一种为高压高温生长法 该方法是通过在高压高温条件下 将碳源和吹化剂 放入一个特殊的生产容器中 通过极高的压力和温度 在吹化剂的作用下 碳原子会从石墨结构 转变为金刚石结构 金刚石晶体 会逐渐在容器内部生长 形成我们需要的单金金刚石 而第二种方法 为化学气象沉积生长法 所谓的CVD技术 大致是通过甲烷 氢气等气体作为窄气 在高温下 甲烷会分解来生产碳原子 这些碳原子在秤体表面沉积 并形成金刚石薄膜 随着沉积过程的进行 金刚石薄膜会逐渐增厚 形成我们需要的单金金刚石结构 目前这两种方法 在工业领域需要的金刚石材料上 都在快速的迭代发展中 总来说 高温高压生长法 已经发展了十多年的时间 技术相对成熟 能够在短时间内 获得一个较大的钻石晶体 但是问题是高温高压生长法 需要极高的压力和温度 所以设备的成本相对较高 并且生长过程中 也容易产生杂质 所以纯度也是一个挑战 而CVD方向 目前看起来在半导体应用上 则更加有前景 虽然生长速度相对较慢 但是可以获得纯度极高的钻石 并且成本也相对较低 目前CVD最大的问题是 比较难获得大尺寸的单金钻石 那么最后 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 在未来 钻石芯片 能否真正来到我们身边呢 我们大众身边呢 钻石很久远 一颗永流船 未来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电脑 我们的AI设备 XR设备 是不是人人都能拥有一颗钻石呢 一颗钻石芯片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只是这个过程 这个商业化落地的过程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难点是如何去攻克 一些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一些难点 我们可以预见 如果要制作出 人人都能使用得起的 钻石芯片 这里面可能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难点 第一点 当然是如何去自备 人造钻石了 目前Daman Foundry 在去年10月份 已经可以做出 只近多达100毫米 110克拉的钻石称底了 关注珠宝行业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目前天然钻石的价格 一直在走低 仅过去一年 钻石的价格 已经大致下跌了 多达20% 这里面其中 和人造钻石的快速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 目前人造钻石培育 已经是一个相对 很成熟的行业了 现在人造钻石 已经基本上可以 以假乱真了 甚至可以做到 性能更好 纯度更高的人造钻石 随着未来人造钻石 设备的迭代 工艺的发展 人造钻石 裸石的成本 一定会继续走低 只是 良率和品质 稳定性 要达到可以进入 大规模 集成电路领域 可能还需要 一点时日 第二个瓶颈 我想到的可能还是 金刚石 抛光工艺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金刚石很硬 目前 硅机晶元 已知的 包括 磨销机理 工艺 工具 磨床 基本上都要 推导重来 为了如何 进行超高精度的 金刚石的抛光 也是可以预见的 一大难题 最后第三个难题 可能 我想到 可以预见的是 金刚石 热成与半导体 器件如何进行 连接的一个问题 金刚石合规 金刚石是 宽禁带半导体 而归是 宽禁带半导体 如何使它们在 电子特性上兼容 也是 钻石芯片 未来技术 落地的一个关键 此次 华为和 哈工大 联合申请的专利 其次 就是在解决 钻石和半导体 如何实现 高功率 高温 高频 高压 等 极端环境下 可靠进行 连接的一个问题 是的 总而言之 也要总之 虽然 钻石很贵 制作很难 大规模落地 目前挑战 还很多 但是 我们的眼光 还是要放长远 现在芯片 大小 也并不大 随着摩尔定律 逼近极限 如果 钻石材料应用 能够极大的改善 散热 提高 芯片的一个性能 整个行业 还是很有可能 会去投入重金 去压住的 比如说 我们早期的 第三代半导体 碳化硅的发展 早期的良率和成本 也非常糟糕 难点 也并不比现在 金刚石材料的应用 要来得少 而如今 碳化硅 已经成为了 新年汽车的一个标配了 所以 让钻石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虽然听起来很科幻 但是 这个时间的来到 可能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样的遥远 那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这期视频 对于大家了解 钻石芯片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 跟着讨论 那么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